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也谢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大家肯定是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是比较疲惫了 我也相信在座的不少同学 是被组织来的 并不一定是自己要来的 这个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生命中的 很多时刻 并不是自己百分之一百能够做组的 有的时候是 被大的环境 被大的氛围 所裹夹着往前走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叫做在任何一个潮流中间 任何一滴水都不是无辜的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 自己作为一滴水离开这个潮流 那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所带来的伟大的成果 我们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比大家要难很多 因为我们当初每一百个 考大学的人只有四到五个人 能录取为大学或者大专的学生 那现在咱们中国这个高考的学生中 有一半已经可以变成正规大学的大学生 给大家开启了这个四年大学的这个美好时光 所以大时代的这个美好 每个人都能分享到 那大时代的这个灾难 有的时候也会降落到很多人的身上 比如说在反应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中国的大量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被剥夺了他们研究发展的机会 甚至变成了反革命 到台上去被批斗 使中国整整的这个20年的时光 失去了这个科技发展中间的 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切记 那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 给我们带来了刚才那些同学上来分享的 尤其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我们的海盆同学 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时候 对地球物理的那种热爱 而且那自终热爱是被大环境所支持 被国家所支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做自己想要的研究 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寻找生活中 我们所热爱的人去爱 我们所希望走到的地方去走 这个在我们那一代人 那个年轻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 中国还不允许随便出国呢 任何一次出国都必须是公派 国家要有登记 真正中国个人可以选择出国 已经到1990年以后了 尤其是邓小平1991年南勋讲话以后 当时有人讨论说 这个出国我们不能再来出了 因为战狼出国的话 中国的人才就全部跑到国外去了 变成了收割机了 后来问邓小平说 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处理 邓小平说让他们出去 我相信中国年轻人是爱国的 即使出去十个人 只回来一个人 只要这一个人把先进的科技 思想带回来 我们就很值得了 那到今天为止 从差不多是从90年91年开始吧 真正的自费留学 和这个拿到国外的讲学金留学 到现在为咱们中国的留学生 已经差不多接近500万人 在国外留学的留学生 已经是80%回到中国 来参与了中国各条战线的发展 所以在新东方 我们第一句话叫做 出国留学的桥梁 归国创业的彩虹 所以最近的十几年 我一直在参与中国 年轻的一代的创业事业 帮我个人和我涉及到的基金 参与的投资 大概已经有400多个公司 其中有些公司 已经接近了上市的规模 总而言之 这就是正确的大方向 所带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的 命运的改变 所以新东方对新东方的事业 又有另外一句话 叫做让孩子们走向世界 把世界带回中国 我们今天之所以中国 有这么好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这个方面 我们中国现在比美国人 做的好得多得多 因为美国人自从特朗普上来以后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过分的这种 这种做的过分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民粹主义 叫民族主义是吧 只关心自己民族 和自己老百姓的发展 不关注整个世界的进步 和社会的进步 有好处就自己一定要战 至于说别人是不是 别的民族是不是受害 我不管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特朗普的这种 狭隘的商人思维 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思维 跟中国的这样的贸易战 是吧 把中国当作是敌人 而不是当作是可以共同 推动世界发展的朋友来看 这件事情给世界 其实已经带来了 非常大的伤害 它的伤害不仅仅是对中国的 所以呢 我们中国现在做的特别好 就是我们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 是吧 这40年改革开放 一直在推进 每一届领导人都在推进 那现在的这个 习近平主席 在不断的推进改革开放 是吧 让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那这件事情 就会让中国 未来 不管我们经济上 一定是有高低起伏的 这个区分的 但是呢 不管怎样高低起伏 因为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 我们胸怀是开放的 我们愿意接纳 全世界的先进技术 和先进思想 来作为中国发展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困难尽管有 大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每一代年轻人 在这个过程中间 随着中国的波涛汹涌的 往前发展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 在座的各位 所以实际上 我们最重要的 首先向这个时代 致敬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向时代致敬的人 尽管我对这个时代 中间也有很多不满 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民的儿子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没有中国第一次高考 是吧 那我肯定就不可能上北京大学 如果没有思想解放 那么我在北京大学 就做不出自己的成绩来 如果没有就是世界的 中国的公司 融入世界的发展 那么新东方就不可能 到美国去上市 那么也就不可能 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总而言之 就是说 所有这样的一切的成果 并不是我个人 有多大的能耐 这个时代的科技 这个时代的思想 这个中国的进步 给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 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是说到这个 大家说了 但是在同样的一个时代中间 有人就进步了 有人就落后了 有人就堕落了 有人就奋进了 所以大家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自强自信 那我如果我不奋斗怎么办 因为现在大家有宅男宅女 非常的多 有佛系的非常的多 觉得我不奋斗 这样过得也挺好 那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孩子们 还都是独生子女 父母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生活费 我们中国每年大学毕业 有大学生不是马上能找到工作的 但他们在一到两年之内 可以继续不找工作 为什么 因为父母有钱给他们 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间 你才能够绝地反击 这是一个人的生物本能 是吧 他只有生物本能 你看在这个高原上的雪豹 是吧 从高山上面 那么高的高山上面 喜马拉雅山上面 就是看到内物以后 能从上往下冲下来 去一路追踪这个内物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抓不到那个内物的话 他就会被饿死了 那像你们这样的一代人 就是说 相对来说 生活条件已经比较不错了 是吧 不少同学 当然不是每一个同学 已经有点意识无忧了 每个月这个国家 贫困的国家也会给奖学金 不贫困的父母 每个月的生活费 也是给的足够的 是吧 包括你们现在在硕士条件 比我们当初好 我们在北大当初 是八个人一个硕士 你们现在是差不多 是四个人一个硕士 条件好了一倍 有同学说 那我为什么要奋斗的 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呢 理由很简单 就是奋斗跟你现状的 经济条件没关系 跟你父母的经济条件没关系 它跟你的生命的质量 有着重大的关系 我们生命中有两种色彩 一种就是像背后 这样的彩虹色彩 你愿意一辈子过程 像背后的彩虹色彩 还是像过程一样 像阴天一样的色彩 我们在海边生活 知道像今天的这样的 蓝天白云 你到海边去 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这个感觉就生命 就是说美好的感觉 如果是下雨天呢 如果阴天呢 你会发现水的颜色 也是暗淡的 天的也是暗淡的 你的情绪的颜色 也是暗淡的 其实奋斗不奋斗的区别 不是说你能不能活下去的区别 而是你愿意不愿意 让自己生命一辈子 过得特别好的区别 我们人生一辈子追求 就两种东西 一种是表面上的东西 我比别人有更多的钱 我比别人有更多的钱 我比别人有 我比别人有更多的社会地位 是吧 我比别人显得更加的牛 那么这个是在世俗方面的钱 所以很多人看我们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 都看的是我们有钱 马云很有钱 是吧 马化腾也很有钱 余明洪钱也不算少 你们看的是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了 我从来不否认钱的重要性 因为钱的多少 跟你生命的这个张力 是有重大的关系的 当你看到你喜欢吃的一碗兰州拉面 你都要掂量掂量 口袋里的钱够不够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生命是比较悲惨的 是吧 但是呢 当你就是有了钱以后 你把钱浪费掉了 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无小不说过一句话 就是钱包的人 有了钱以后更加钱包 深刻的人有了钱以后更加的深刻 这件事情其实是 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但是没钱绝对是不行的 因为你的钱是你能力的一种证明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的同学拿的是5000块钱 或者是1万块钱一个月 你只能拿到2500一个月的工资 就表明什么 你的生命已经浪费了一半 是不是 当你能拿到5000 他已经拿到1万的时候 你又浪费了一半 为什么 人家一年拿12万 你一年只能拿到6万 人家第二年可以什么都不干 照样还有6万块钱花 是吧 他用这个6万块钱可以旅游全世界 是吧 可以请漂亮的女孩吃饭 是吧 可以去看任何一部自己想看的电影 可以不工作 天天坐在海底上晒太阳 但是呢 你努力工作两年 一天都不休息 依然只有12万 那大家再往上加的时候 有可能变成怎样 你一年努力到最后真的拿10万 人家一拿到1000万 有可能 是吧 付出都是同样的时间 每个人都是只有24个小时 为什么有的人24个小时 不断地累加 最后就能把自己的生命 变成一种更加自由的 而你努力了半天以后 最后还天天在想着 自己哪碗饭 到底买便宜的 还是买贵的呢 所以这是第一种证明 所以这个证明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证明 对于我们在座来说 钱啊 什么社会地位 这是一个表面现象 更加重要的证明是一种什么证明 一种生命内在丰富性的证明 就是我可以一辈子没有钱 但是呢 我过的是一种内涵 更加丰富的生活 比如说刚才海盆同学 他研究地球物理 我不相信他会变成千万疯 或者亿万疯 当然他如果得了诺比尔奖 有可能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他内在的生命 丰富性甚至超过了 我这样的人 我一直是追求内在丰富性的 这样的一个人 内在丰富性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自己的生命 在做的事情 超级有意义 是吧 你自己无比的热爱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你逐渐的最后呢 这个东西慢慢的 就变成了你的成就 这个成就逐渐的 被你周围的人 被国家 被世界所认可 这个时候 你没有钱 你一定也会 内在感觉到非常丰富 所以人追求的就是两个东西 大概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辈子我们通过我们的追求 能够把外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荣耀和内在的丰富性 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这样的生命呢 就构成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生命 所以那常常有同学说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 就是说我想告诉同学们的 我刚才说了这个大 我们是没法改变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其实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你已经可以选择自己的环境了 什么叫选择自己的环境 是吧 首先从工作上来说 是吧 工作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们当初是国家分配的 是吧 今天你可以是完全自己找工作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 你可以完全自己找城市 是吧 你可以到上海去工作 你可以到北京去工作 你也可以留在青岛工作 完全你自己自助主张 你觉得在青岛工作两年 觉得够了 是吧 那到上海再去工作两年 到上海工作两年够了 你可以到北京工作两年 你可以自我自我寻找 是吧 甚至大家的寻找范围 远远超出了中国 你可以跑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手中的命运 实际上是由你自己改变的 只有人有这样的一种本领 就想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自己 动物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非洲的大象或狮子说 我们哪天到亚洲去玩玩 人可以为了 未来的某种美好 他可以牺牲掉 现在的部分的这种快乐 比如说我们拼命学习 拼命努力 是吧 这个确实是牺牲掉了 你打亡者荣耀 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喝酒 甚至你一台恋爱的快乐 但是呢 在未来的某个点上 你能看到 那个点是你的一个彩虹点 人还有第二种本领是什么 人还有第二种本领 他能够在艰苦的事情中间 找到乐趣 是吧 什么叫在艰苦的事情 找到乐趣呢 就是说你艰苦下去以后 到最后 本身这件事情 它就变成你生命的乐趣 这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感受过 我感受最最 这个两 我生命中两件事情 让我感受到这种 这种感觉 第一是就是我高考的第三年 因为我考了三次才考上北大 第三年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六点钟 起来到晚上十二点睡觉 整整一年 一天没了 这是一个无比艰苦的日子 但是当那个日子要结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的失落 第二次是我在北大大山的时候 得了肺结核 得了肺结核 我住在医院以后 结果没事干 我就开始背单词 是吧 每天背一百个单词 完了第二天重复背 再背一百个新的 完了一个礼拜背了五百个单词 礼拜后 礼拜再重复 把这五百个单词背都滚过来熟 最后我在医院里一年 背了一百个单词 出院的那一天 我感到无比的收入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就是把你生命的灰暗 回成你生命的彩虹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所以命运是需要你自己改变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 一个标准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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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吧 应该是 那说 那我要奋斗的话 我就要 我就要 我就要这个这个 这个努力啊 我努力就会很艰苦啊 其实努力很艰苦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叫做 如果你少年不努力的话 你少年不出汗的话 你少年的汗水就会转成老年的泪水 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吧 我真是考察过 我周围很多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 是吧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又又又又 有一些年龄的人 他就过得很灰暗啊 生命中没有成就 没有回忆 完了现在呢 在现实生活中间 还常常缺衣少凉 是吧 而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五十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完了连中国都没迈出去一步 而我已经走遍了全世界差不多 所以尽管有的时候你会艰苦 但是当你把艰苦和你生活中的所得 所换取的时候 那么它的意义就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 至少有一点就说 你们如果说父母本身条件很好 你不用奋斗 依然有衣食无忧 但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 本身就是一件伤害 为什么 因为人生中的最大的幸福感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自己努力以后 所获得的成就感 一定是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感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现在在泰山脚下 我让你坐缆车到泰山顶上去 你也会快了一下子 因为很快就到顶了 对吧 但是你生命中得到的那种感悟 永远不如我 一不一个脚印 从三脚下爬到泰山顶上那种感觉 你从三脚上爬到泰山顶上那种感觉 周围的每一个风景 每一个台阶 你中间的这个劳累 不想爬想要放弃最后这个坚持 完了最后到达山顶上看到的那个风景 是吧 在你生命中可以留下一辈子的印象 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爬泰山 是吧 晚上这个差不多是十二点开始爬 因为没钱住在山上的这个宾馆里面去 但是又要去看日出 是吧 从晚上十二点开始爬 爬到早上四点多爬到山顶 完了以后看到了第一道霞光 从泰山顶上 这个这个群山中间升起来 到今天为止 依然给我带来某种生命的感动 这就是生命中 我们要去改变自己命运 就是这么改变的 但是改变命运不是一出而就的 需要你点点滴滴的努力 这就像我刚才举的爬山的例子一样 就是会当临绝顶 才能依然种三小 是吧 你任何就是说 轻而易举的到达 都不可能给你带来生命的持续的动力 在这每爬一个台阶的过程 你都要消耗自己的时间 消耗自己的精力 消耗自己的耐力 但是同时又锻炼了自己的耐力 锻炼了自己的不放弃的精神 在这个过程中间 比如说搞任何一门学科研究 你不努力砸进去三到五年 是不可能有成就感的 而你任何时候 你搞了一点点研究 你就放弃了 那到最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是错办案 比如说如果我学英语 学到最后的结果是 我看英语电影也看不懂 我看英语电视也看不懂 我看美国中的演讲也看不懂 完了我看任何一本书 都要拿本字典放在边上 最后把字典翻那个刀翻烂了 书还没有读懂 你想这个学英语 这种感觉就是一系列错办案 就做任何事情 要不你就不要做 要做的话 一定要做出成就感 就像任何过程都是艰苦的 但是你不坚持地放弃 带来的总是错办 而坚持地不放弃 到最后永远是一种成就感 所以在我们生命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命运的改变 不是一瞬间的 而是持续努力发力的结果 到今天为止 我还在坚持每年要读100本书 我每年大概是这样的 我对自己要求是 每年必须读100本书 完了听大概是20到30门课 听完以后 因为你自己水平就开始提高 完了要求自己每年 经读2到3本 完了以后要求自己 每年必须写出一本书了 我每年是以一本 每年一本书的速度出版的 所以除了刚才我说的 我的英语书以外 我现在每年出版的就是说 自己的什么邮寄啊 自己的人生感悟啊 还有自己的散文啊 你总要有梦想 总要有希望 是吧 好 那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要给同学提几个建议 第一个 要把外部环境变好 什么叫外部环境 就是你跟周围人的关系 现在对幸福的研究 最好的结论就是什么 所谓的幸福 就是你跟周围能够接触的人 和社会 把人际关系弄到最好 人际关系弄到最好 不是你故意的要跟人去天天打架了 天天请人吃饭 天天去拍人的马屁 根本就没有必要 人际关系什么 让周围的人觉得 你是一个无害的人 就说不要你动不动 你做的事情就伤害别人了 是吧 这个斤斤计较 短钱 各种利益 就拼命的去争取 动不动 这个脾气暴躁 就把人打一顿 这个东西就意味着 你把自己环境弄糟糕了 把环境弄糟糕了什么 相当于一个动物 在自己本来的环境中间 把自己本来可以变成饭的东西 全部吃光了 最后他又没法到别的地方去 他只能饿死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这辈子得意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对人好 就是你要对人好 对人善 自己吃亏没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间 不是叫人家原则问题的事情 吃亏就吃亏了 无所谓的了 是吧 这样的话 你自己有一个周围一帮人跟你关系好 比如说宿舍的人跟你关系得比好 同学跟你关系得比好 你就很自由自在了 至少你要做到什么 即使你不愿意主动的为人提供服务 你要做到什么 也要做到不伤害别人 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无害的人 是吧 如果四时刻刻能不能对你警惕 觉得你是个骗子 觉得什么东西你都要占便宜 别人跟你四时刻刻警惕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了 尤其是未来 当你做事业的时候 想要再找人帮忙的时候 人们想到这个哥们 我怎么能帮他 我帮他了 最后失败了 把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成功了以后 好事都是他的 我凭什么要帮啊 所以我当初到这个 我选朋友回来 跟我合作的标准特别简单 凡是我认为小气的 斤斤计较的 脾气不对的人 一个都不选 所以我选回来 跟我新的方合作的人 都是要不就是 知识结构特别好的人 要不就是人品特别正的人 要不就是特别大方的人 是吧 我怎么吃他用他 他都乐呵呵的人 是吧 我选回来 结果我们这帮同学在一起 是吧 他们06年初的时候 从美国回来 96年初的时候回来 到06年 我们就把新的方 弄成了一个美国尝试公司 是吧 这就是一个合作的 所以把自己环境弄好 特别简单 就是不要计较别人 完了对别人 能好就好点 是吧 能给人带习叫水的 就断一断 能给人打水的 就打一打 是吧 能给人买顿饭 就买一买 没关系 你死不了的 是吧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打造内部环境的好 内部环境好什么 保持自己心情平和 遇到任何艰难困苦 你都不要太在意 保证自己什么 对自己要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几个要素 要有理想 因为你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 你不可能前行 但是不管怎样 只要你有了理想 你就会付出努力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理想付出努力 不成功也有收获 我当初如果不联系 大约三年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 出来开青东方 因为我开青东方的 所有课程 都是当时我为了 到美国去考试过的课程 托福 GE GMAT 都是我考试过的课程 因为我考试过 所以呢 我加轻就熟 我随便上课 你看他所有东西 都是生命中的 所有的你的努力 都是不浪费的 请记住这一点 那么把这个弄好以后 剩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你内心有理想 好了呢 内心有追求 那么同时呢 你内心的保持平静和平和 因为你外部关系弄好了 不计较生命中的 任何得失的话 你内心就会保持平衡 好了 剩下来最后一点就是 对自己填出严格要求 我是一个 一直比较自律的人 因为自律 所以呢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和更多的精力 留给你自己干重要的事情 像到现在为止 我从大学开始到现在为止 都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 完了呢 晚上十二点一点睡觉 是吧 我不熬夜 因为我熬夜第二天就 六点半就起不来了 是吧 而且我特别善于重复利用时间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我每年听二十门课 我怎么听的 都是早上散步的时候 或者在跑步机上 跑步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 坐飞机的路上 坐火车的这个路上 是吧 它基本上就是 我没法干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一门一门课的往后听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重复利用时间 是吧 另外你还有一件事情 要做到的 就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的 不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而是 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来把这件事情做完 是吧 我值得不值得 这件事情去做 做的话 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 在什么地方 你把这个东西 想清楚了以后 那么你做事情的方法论 就有了 是吧 系统就有了 那么高效率就产生了 是吧 比如说背单词 背一百个单词 最初初识背完 大概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不管用什么方法背 都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能背出来 是吧 不行你回去试一下 但是呢 如果说你忘掉了 过了一个月 再去背 还得花四十五分钟 基本上 但是如果说 你第二天再重复 只要十分钟 到最后一边重复的时候 五分钟 一百个单词就重复完了 基本上 你反而省时间 所以要有方法论 做事情一定要有方法论 那么这样的话 把这个东西解决完了以后 剩下来就是大家 几点要记住的 就是说 我觉得四个东西最重要 第一个东西 是要有专注力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把一件事情要做的话 就做到有成就感为止 做到从这件事情本身 产生乐趣为止 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乐趣 就像我刚才说 我背单词背道 只有不背 就感到很失落 背完了以后 自己就有乐趣 只有能有这个本领 在艰苦中间 你能产生乐趣 所以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专注 专注 再加注 专注力跟你的智商 也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没有专注力的 所谓的专注就是 你为了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连续三到五个小时 你都可以坚持下去 除了中间 稍微起来动动身子以外 你就一直在努力 我这专注力还算不错的 常常有的时候 我一读书 就能连续读三个小时 把一本书读完 或者说 至少读到一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 就是人 只有两个本领 一个是从宽度发展 就是知识面越来越广 还是又另外一个是什么 往深度走 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往深度走的话 你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浅薄的 而任何思想方法 也意味着你没有形成系统 没有形成系统 未来你就永远不可能有成就 所以一定是要往下深入的 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说 有的人必须读一本书 对你的专业 特别重要的书 那本书 你就能把它背出来 比如说 你在 你学的某个人 地球物理 比如说 这个领域中间 全世界最牛逼的那本 地球物理的书 是哪一本 你界定好了以后 这本书 中间所有思想 所有知识 所有结构 它最后必须变成你的思想结构 那你的思想结构以后 你最后再读到更新的字 可以对它进行反驳 可以给它进行修正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底层框架的话 你是没法修正的 就像你把地基打好了 上面造什么楼房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地基的话 造什么楼房都会倒掉 是一模样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 就是要专注力是第一 第二是 就是我刚才说往深走 还要往泛走 往泛走什么呢 就是请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重大的方面和思想 都是那些综合性专家 出来的 现在我们学科越来越专业 越来越专业的结果 你思想反而会变得狭窄 其实呢 这个怎么弥补呢 这个弥补就是靠我们读大量的书 是吧 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人文的书 历史的书 哲学的书 科普 科普性的书 都要去读 都要去读 是吧 因为读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 思想和思想 是一张网络系统 当你把这张网络系统 构成的时候 任何一个想法 专注的时候 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个知识 会来 他能来帮你的忙 他能来帮你的忙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 大家多多多读多学 而且多多多学 保持你脑袋的灵活性 是你最后未来 就是在任何一个领域 你会发现 有更多的机会给你 我之所以现在 一年能写一本书 还能干新东方 这么多事情 跟我读书 是有绝对关系的 就是说 任何我周围的任何朋友 来跟我聊某种东西的时候 大概我都能知道 他处置什么地方 这些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你越读书 发现自己越无知 当一个人意识到 你无知的时候 你就是实际上 就是在不断地进步 这是第二个 大家要做的 第三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 就面对困难 把困难看作是 你最大的机遇 人生中间的困难 只要你放在 人生一辈子去看 它就是机遇 你失恋了 其实是机遇 为什么 因为你失恋了 一个女孩子不跟你了 千万个女孩子 就来到你身边了 是吧 而呢 你失业了是机遇 说不定就是 你创业的开始 不定是你刚好可以进行 哲学深度思考的开始 我刚开始的费解 都是痛苦的钥匙 后来在医院里 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其实他是为了 给我一段 不再被任何考试 和同学竞争 造成压力的情况下 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而这个反思 对我来说 带来了重大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因为我大一大 拼命想最赶 所有全卖最好的 同学的成绩 到大三大四 我的要求就是 六十分万岁 让每一门课 都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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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及格 保证我北大毕业 但是我去研究和学习 我所喜欢的东西 所以大三大四 我读了大量的 哲学和社会科学驻驻 就直接奠定了 我后来在北大 当老师的基础 所以呢 把任何一个艰苦 当做你成长的路径 这个是另外一种性的 那还有一呢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适度的 开心和兴奋感 大家都知道 人是被化学 过这数左右的 比如说 人是被多巴胺 和内飞碳 这样的这种 快乐应收数左右的 当然也被某种 忧郁的应收数左右 是吧 这个 那怎么样来产生 这样的快乐感呢 就是你要 要有自己的安排 每个人快乐的 源泉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坐在那 思考 冥想 可能就快乐了 有的人 肯定要打一场篮球 才快乐 有的人是靠什么 靠跑马拉松 我这位很多企业家 压力很大 反正他们就跑马拉松 一跑马拉松 他们跑到最后 尽管马拉松 刚开始跑得很艰苦 但是他们发现 跑完马拉松 整个身心很愉快 反正好像企业的压力 也没有了 所以也没有发现 还有很多人是去登山 那我干什么呢 我做两件事情一般 第一 夏天我骑马 我跟马 我是特别好的骑手 是吧 看不出来吧 是吧 我跟马能够天人合一 不是 马人合一 马人合一 那第二个 我能做什么呢 第二个 我到冬天我就划雪 我年轻的时候 单双板都会 现在后来 腰椎键牌不好了 现在我划双板 也划得非常的好 这样的话 你就跟大资料 融为一体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 就是因为人总是 有压力 压力是我们内在的 这个某种负面成分 会越接越多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释放负面成分 比如说 如果说 你通过一场剧烈的运动 猛出一声大汗 你会发现 自己身心很愉快 因为那个负面的东西 跟你的汗一起出来了 那这种东西很多 跟朋友聊聊天 吹吹牛 晚上七灯以后 卧谈会 是吧 男生抬抬女生 女生抬抬男生 都是释放自己的 这个负面情绪 这会让自己产生 更多的内飞碳啊 还有是多巴胺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是吧 在实在不行的话 有的时候 多喝杯咖啡 是吧 多吃两个巧克力 都是让你产生 快改的一种 一种重要的因素 当然了 如果说 有人爱上你 你爱上某一个人 两个人 更加相亲相爱 这是这种化学物质 产生的最大的来源 是吧 当然你也不能乱爱 因为乱爱 给自己带来的是烦恼 完了一新一代 给自己带来的是美好 我为什么要爱上你 只有三个字 因为我爱你 就这样 所以生活绝对不是 平铺之举的奋斗 我相信刚才上来的 这些自强之心 他们也有自己生活中 不可言人的乐趣 不可告人的乐趣 我生活中也有 有些乐趣 甚至可能是低属的 但是就是不告诉你 但是他给我生命 带来释放 是吧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 喝小酒 我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个 到马路便上 吃完这个兰州拉面 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这种幸福感的事情 有的是完全是 个人性的东西 是吧 个人性的东西 你就自己享受 每天都要有一点 比如说昨天 我到了青岛 发现蓝天白云 我本来下午安排了 很多工作 我立刻把中间的 一个半小时工作 全部推掉了 让司机直接开到海边 完了以后 在汽车里 换上游泳衣 完了直接就套到海里 游泳了一个小时 完了那个整个的 放松的感觉 对自己的人生 采生了一种美好 完了觉得 我为什么要工作 把下午的工作 全部取消算了 当然下午还是 去工作了 但是像这种东西 它就会给你带来什么 生命的放松 所以一定要把生命的紧张 和生命的放松 结合起来 那么到最终 最后你的生命 就是循序间进成长 是20岁不成功 30岁成功 30岁不成功 40岁成功 所有所谓的成功 并不一定是要追求 金钱地位和财富 你可以追求 自己内心夫妇性 追求生命的快乐性 就得追求自己生命 没有被浪费掉 觉得生命 总而言之 有彩虹存在 尽管不是每一天都有彩虹 就像月有阴晴圆区 天有阴阳结合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生命中彩虹的日子 是你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只有人这个世界上 是只要想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天下 不仅仅是中国 我们的天下也要 诚自不仅仅是世界 我们的天下也不仅仅是地球 如果未来 人家想要走向宇宙的时候 也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人的伟大 所以我相信 每个人都能变成伟大 由于时间 我就不能再多讲了 再次感谢大家 下次我会再次来到 石油大学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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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